兩岸三地一千大 雙數中國大調整 台灣的機會在哪裡? 走進唐山 這個中國鋼鐵生產重鎮 眼前卻是工廠停擺 人稱罕見 工廠門口的公告 竟是3000人的裁員名單 這就是當前中國經濟的縮影 產量過剩 鋼鐵與煤炭價格大跌 近九成企業虧損 事業勞工上看180萬人 但中國龐大的金融 與消費潛力 卻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 主要說你工廠大概還不到1000人銀行 美國都三、四千人銀行 這個在結構上 Fintech這個東西在 在中國就有這個優勢 那同時間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速度 比這些成熟國家更快 那你這兩個不爛在一起 那就很容易Fintech會走出來 2015年維仲銀行成立 一年內客戶突破600萬人 貸款金額超過300億人民幣 但靠著大數據運算技術 預期貸款僅0.3% 我們前面投入的科技 其實是相對大的嘛 我們現在有五、六百個科技人員 不只金融科技當道 小吃攤也得科技化 成員來自中港台的滷豆集團 開發的全自動賣面機 折合成本6千台幣不到 只有美食街攤位的3% 而且品質保證一致 最關鍵我在這碗麵 你知道 這碗麵 這碗麵老公一直摳摳摳摸摸摸 這碗麵 湯紅大概真的不下100%糖 就光是一種糖 100% 面對冷熱交迫的中國 台商如何突圍 東洋是全球最大汽車保險桿製造商 每年投入20億台幣 推動生產線自動化 產能成長129% 市值暴增37% 用品質甩開銷架競爭 掌握科技 帶動競爭力升級 也許正是在雙速中國 逆勢突圍的基本功